韓流报道 卖场里的保暖用品跟着大卖 有这个小偷把脑筋就动到了恒温马桶上 偷到手之后低价变卖 在韩流当中他也卖得特别好 画面中的两名嫌犯又翻墙又钻洞 爬进卫浴工厂办货 一箱接着一箱将得手的商品 放在围墙上准备运走 挥动歪脑筋全是因为天气太冷了 也因为最近天臭比较冷 所以饭前希望借由浴室的这种暖风机 还是这种免试马桶这种温水的这种功能 能够吸引民众来向他购买 像他这个窃取的这个马桶座 都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马桶座 在市价大概都要在一万两千块左右 就是因为韩流一波波报道 脑筋冻得快的嫌犯 全是为了这款恒温马桶而来 想大赚一笔 来当卖场许多民众全是为了采购保暖家电 也只说受到韩流加持 光是上礼拜卖出的电暖器 就超过一整年的销售额 现在比较行有就是像那个电暖器的部分 还有厨师机的部分 那像今年电暖器啊 整个以市场来讲就是以陶瓷 还有像这种卤素等等为主 因为今年冬天比较冷 所以想说来卖场挑个电暖器 然后再加煮个火锅 那这样花多少钱 这样大概三千有涨 不只电暖炉 每天必备的马桶也跟着热卖起来 免制马桶要五千元起跳 加了恒温效果的马桶 要价一万五不便宜 但询问的人也不少 不想被动坏 只要能保暖的商品都成了抢手货 记者综合报道